大家好,我是小喵 今天给大家做一个日式斩猪排 我们先去院子里摘点小番茄作为配菜 我们先准备一颗大头菜或者是白菜 还有一块猪里脊 小包子,这个不能吃哦,我只是给你闻一下 这样的东西 可以吃一点 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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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材料齐了 下面我们开始做饭了 首先呢 把大头菜洗净切丝 注意要切得越细越好 把助理机切成片 厚度在三厘米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需要在肉边上划几刀 这样炸出来的形状会更好看一些 我们盖上保鲜膜 用大铁锤多砸几下 夹到肉质变松辣为止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撒上胡椒和盐 如果喜欢芝士夹新的朋友 可以把芝士夹在猪排里面 炸猪排我们需要准备面包蟹 生粉和两个鸡蛋 把鸡蛋打散 搅匀 首先呢 要把鸡蛋放到生粉里面 正反两面均蘸匀 再放到蛋液里 最后放到面包蟹里面 炸到两面金黄就可以出锅了 炸到两面金黄就可以出锅了 切好了猪排 我们就可以摆盘了 炸得出锅 小 Пос portraits 一道美味的日式猪排饭就出锅了 是不是很简单呢 Хレ评unuаем 房间鸡肉 daqui就可以steigne אות offspring 生香蕾 放一大颜色 背面 切成了一个尾上面 切成完 切成竹形 我們到了 即使煎出煎6 being 倒入煎1個 comprar好像更多的面前 我現在要做這個 所以我現在要做一個 並且用來做一個 做一個 Sicilian 一 Oslo 乾杯 水 真的 在紅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每周五六日三天不定时更新 感兴趣的朋友请点开小铃铛 及时关注最新动态哦 谢谢